走进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狐阳人身处 拜访这里的狐阳人家 四百五十只这么多啊 沙漠牧民家中做客 挑战极限美食 前往中洞窑窄 寻访中国最后的学区部落 没有房顶 用洞顶当房顶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和山之日 三级阶梯看中国第六集 家在高原盆地间 正在播出 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 接住在这里的人们 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 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 地处塔利木盆地本部 北靠天山南庸大漠 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也是古秋辞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悠久的沙雅县 还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 就是胡杨林 这里拥有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胡杨林 面积近两百万亩 因此沙雅也有着中国塔利木 胡杨之巷的美语 从沙雅县城出发 走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终于来到了胡杨林身处的 盖兹库木乡 截染巴西村的一户人家 我们到的时候 主人家吐热寒爱荷买提 正准备给自己的羊群喂食 你看我们一来全都跑了 这给他喂的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玉米 玉米 还有那个菜籽 菜籽 吃得很好啊他们 因为它那个肉也很好吃 就是羊奶是吗 羊肉 羊肉很好吃 很有名的 很有名 很有名的这个 阿姨家养了多少只羊 阿姨家养的肯定 家养的肯定 家养的肯定 小匙吗 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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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里 四百五 大小都包括四百五 四百五十只 这么多啊 对 哇好厉害啊 这大家现在看的是在羊圈里面 你看这周围全是小羊 其实在屋子里面还有大羊是吗 大羊有多少只 阿姨家养的肯定 中国的肯定 中国的肯定是什么 三百只 三百只大羊 在茫茫的胡杨林海中 半生有 红柳 沙吉 萝卜麻 甘草和其他牧草 而这正是图热汗 爱荷买提家羊群的主食 胡杨林中的这些天然食品 使得这种塔里木小山羊 肉质极其鲜美 享有着天际隆林的美誉 那像您这个 一年会卖出去多少只羊 就卖这样的小羊糕吗 尤其是一年会做到的 你会去购买什么 23开小羊群的话 大羊肯定是 还说 墨金 大羊群的话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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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十六十八十五十六十五十五十十五十六十一串只广门是 那我喜欢 你很一些 我好像 你真的 同样 我们家大的时候 还要再大一点的时候 那其实这算是你们家的 长大到十公斤左右 十公斤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羊 对对对不是特别大的 所以就在这边喜欢吃小一点的羊肉 小一点的羊肉比较嫩 大的就是比较饮恶的肉 千百年来 塔里木河畔的胡杨竹水而生 而胡杨人家则竹水而居 竹草而木 我没有想到阿姨家里面 吃水是从这儿吃 这是自己打的井吗 这个井用了多少年了呀 我没有想到阿姨家里面吃水 我没有想到阿姨家里面吃水是从这儿吃 四十多年了 我能试试吗 还是水还是很丰沛的 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 会觉得有点尘土飞扬的 觉得这个地方水是很缺少的 但没有想到家里面就可以有这样的井 可以尝吗这个水 可以直接喝吗 可以可以我来尝一点 水很凉 水很凉 而且真的很清凉 你看 没有什么别的颜色 也不会像是周围 我们看到的河流里面 可能水稍微带着一点泥土 有点咸 有点咸 为什么会有点咸 你吃不到土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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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到 就是这地的那个地下水 就是那个 那个咸比较多嘛 就是土地 而且那个条件就是这么长 土热寒爱荷玛提说 他们家的井 现在是三十米深 虽然井水有些咸 但是满足生活需要 没有问题 而且虽然身处 戈壁身处 但是却有一条水渠 从他们家门前流过 孩子们在渠滨细水 让人恍惚觉得 这里仿佛是 戈壁滩上的江南 虽然远离城市 但是长期以来 他们也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其中就包括很多 自己独创的美食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 土热寒爱荷玛提 为我们做了 大地烤囊和烤肉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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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最热闹的时候了 现在烤肉也穿好了 然后大家一家人 坐在一起来 在这烤肉 哇 这一拍能烤好多肉 阿姨期待吗 想不想吃 因为今天阿姨是最忙碌的 然后一开始就来 给我们做烤囊 然后忙了很久 然后现在呢 终于肉也穿好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等着吃烤肉了 而且这个肉啊 经过烫烤的肉烘好之后 香温温的 特别好闻 对对对 你瞧 大哥现在就把这个细盐 慢慢地撒在上面 刚刚宰杀的塔利木小山羊 肉质红嫩性能 肥瘦均匀 只烤了七八分钟 已经鲜香四溢 来 第一个给你好吗 阿姨也尝一尝 来 来 都有的 都有的 哇 好大 好吃吗 很好吃 我也尝一尝 大家吃得那么香都忍不住了 尝一尝 阿姨 还是很烫 还是很烫 好鲜啊 肉很香 因为它撒的那个盐很少 你看一下里面肉的这个纤维 还是很细的 一丝一丝排着一丝一丝 非常的纤细 然后烤的外面呢 因为它本身自然而然的那个 羊肉的那个油 就自己在外面 没有再多余的刷油 所以它也不会很油腻 非常好吃 土日韩爱和买梯老人说 无论是大地烤囊 大地烤肉 还是烤鱼 外来人严重的美食 即使是他们这里生活中 司空见惯的事物 就像经常有游客 来这里欣赏胡杨林一样 在他们的眼中 胡杨林其实就像 城市中道路旁的绿花树木一样 稀松平常 因为这是他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土日韩爱和买提老人 在胡杨林身处的戈壁滩 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 外来人眼中生活不便 环境恶劣的戈壁滩 却是他难以离开的故乡 虽然子女都在 沙雅县城买了房子 但是老人始终不愿离开 真正走进这个 胡杨林身处的人家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们的生活也挺好的 因为在这儿他们有自己的羊 然后有自己的鸡 然后有自己的地 所有的孩子们回来之后呢 可以一起热热闹闹地 聚在这个炭火边去吃这个烤肉 而且他们的家里 院落的旁边 全部都是胡杨树 一年四季看着它 不停变换这样的风景 其实这些胡杨林 也在陪着人们 经历一年四季的变化 而人们也是用自己的这些爱 去守护着这一片胡杨林 这也是我们旅程当中 很特别的一站 旧有美味 也有这些很真情的故事 谢谢阿姨 傍晚 夜幕低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探访 探访生活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中的最后族群 看你的脚印 他们也从别是为人 沙漠牧民家中做客 挑战极限美食 小心 小心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和山之 三级阶梯看中国第六集 家在高原盆地间 正在播出 塔克拉马干沙漠 是世界第二大沙漠 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塔里木盆地的中心 达里亚伯一乡距渝田县城200多公里 唯语以为银河而聚 当地人把那里称作大河岩 据说 早在四百多年前 达里亚伯一人就迁居到塔克拉马干沙漠腹地 在村子中间的沙丘上 能看清整个村庄的全貌 达里亚伯一乡政府所在地 是克里亚河下游最大的绿洲 聚居着二十多户人家 此周被茂密的胡杨树环绕着 阿克里说 达里亚伯一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人 居住很分散 最远的距离这里有八十多公里 每到星期五周围散去的村民 都赶到这里做礼拜 礼拜结束后 顺便走走心情 此时村里唯一的一条街道上聚满了人 他们互相友好的打着招呼 大家不一村里面没有不认识的人 他们不想多认识 看你的脚印 他们也分别出来 是什么 脚印怎么能看得出来 大家不一村的人 走路就是往里面 它就是这样拆的 是不是 就内测试这 对内测试 不是大家不一村人 打分住是外面 这种拆的 两个脚印都不一样 他们还仔细观察过这个脚印 一般这个放牧的过程中 看这个羊的脚印 那个周年一样去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是在 就在沙漠当中生活 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达里亚伯一地广人稀 长久以来 人们生活就是以放牧为主 最近几年 随着沙漠探险游的兴起 这个沙漠村庄也在一点点改变 看今天村子里真的是很热闹 你看这是商店 这个是商店啊 可以看看吗 可以看看 你看他们见面都会很友好的打个招呼 这间小店售买的商品都是从县城采购的 店主买斯立木告诉记者 这个季节卖得最好的是西瓜 一块西瓜一元钱 储蓄运费后 每个西瓜只能赚几毛钱 达里亚伯一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麻木黄沙 而是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从2001年开始 当地政府陆续为村民配发了太阳能发电板和卫星接收器 并且为每户人家都撞了一口押紧 阿克利告诉记者 虽然达里亚伯一交通不便 但并不影响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 最近两年 乡里接连出了三名大学生 阿克利带记者来到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家 你好 听说您家出了大学生了 什么 好 那您的孩子在家吗 爸爸 就是他 您好 在帮妈妈干活呢是吗 是 你是今年刚考上新疆 财经大学 好厉害 在我们采访时 库尔邦罕家来了很多人 他告诉我们 因为再过几天就要去学校报道了 亲戚们都赶过来送他 对我们美娃之外说 抓饭是 当很多客人卖的时候 做得很好的 就是交代客人是 必须要拿抓饭来交代 库尔邦罕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 这一次也回来帮忙招待客人 一盘盘油亮的抓饭陆续出锅了 亲戚们在客厅里依次走胎 安静地享用着美味的抓饭 等库尔邦罕一家人忙完 我们坐在院子里聊起天来 买体肉资家以牧羊为主 再加上他的工资 您收入有六七万元 而库尔邦罕上大学后 每年的花销估计在一万元左右 可以说 这个家庭 关库尔邦罕读书的压力 并不算太大 那听你这个意思是 你毕业以后还打算回来是吗 是 我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 这里的风景 就是这里的生活 你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想 毕业了以后在这 回来在这工作 库尔邦罕还有一个打算 就是在大学期间把英语学好 因为最近几年 来达里亚伯一的游客中 有很多外国人 库尔邦罕希望能够跟他们交流 而且他认为 毕业后回到这里时 会有更多的人来到他的家乡 位于内蒙古高远的唐格里沙漠 是中国第四大沙漠 面积约4.27万平方公里 起伏怜悯的沙丘 如同凝固的波浪一样高低错落 柔美的线条 显现出它的非凡运质 隔日图的家距离大漠边缘的直线距离 只有不到10公里 设置组的车辆 却曲褚褚蜒地行驶了将近20公里 接近傍晚时分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介绍一下这边的主人 你好 嫂子 你好 是叫格尔勒嫂子是吗 你好 明星 这是您家 谢谢你 我们今天跑了好久的沙漠 终于看到你们一家 挺好的 这一大片都是你们家的是吗 然后就你们一户人家 那你有邻居吗 没有邻居 没有邻居啊 这就没邻居 它的邻居还很远 在唐哥里沙漠这种 这样的牧民点 相互之间的距离都很远 近的也有二三十公里 在沙漠中建立牧民点的依据 自然就是水源 那你们这一带最近的水源在哪啊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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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底下有井是吗 嗯 说过去的 那你们是挖了大概有多深 找到地下水 那这十米 十米啊 十米啊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水看一下吗 沙漠之中 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尤其是在沙漠湖泊附近 一口十米深的水井 就能解决牧民们的用水问题 就是虽然这里有井水 但是在沙漠里面用水还是非常宝贵的 呀 呀 好清的水呀 呀 沙漠中有甘泉 这水是甘的啊 嗯 真好喝 要不要来喝一下 听一下吧 嫂子我怕浪费了 好了好了 清凉的甘泉 让我们对于沙漠的生存环境 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要来看一下晚饭做的怎么样 这里唯一的一个砖房就是厨房 这是一枕头羊哈 嗯 这个盐怎么这么粗一颗啊 这是哪里的盐 湖泊的 湖泊的盐啊 是这里的湖泊吗 就是那个咸水湖里面的盐是吧 那是你们自己制作的吗 捞水上来晒干成盐 哦 最原始的煮羊的方法是吧 您听着吃羊 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 就是只用水煮加点盐 加点盐就是水 嗯 用柴火烧的 哦 好香哦 又热又香 真好 完全取自天然的食材 下午刚刚宰杀的新鲜羊肉 在柴火熬炖下 已经散发出了阵阵肉香 进沙漠之前 每个人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却没想到 在大漠之中能够吃到这样的美食 我们知道这是蒙古族家庭 表达热情的代客之道 夜幕降临以后 晚餐正式开始 隔日图的几位亲戚朋友 也远道赶来参加这次聚会 在蒙古族的家中做客 敬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礼节 很快 在推杯换展之中 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只是我们发现 这餐桌市场并没有煮菜 手抓羊肉 香果具的话 先菜上来 先开始 九锅三键开始 一长长到两点钟 开始上肉 吃上了 吃饱了以后 继续尝尝到天亮 到晚上两点 尝完以后 尝到天亮了以后 热茶一段 白肉一消 有吃也喝 比起稀多了 结果就这样 我家人起来不知道我最近吃了没有 还讨牙肯什么呀 真的 真的 都知道 太棒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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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蒙古族的聚会时 并不会像原来那样 喝到酒醉才上饮肉 但是整个仪式的过程 还要保留 今天我们一起吃一顿饭 大家吃好喝好 走起来 摇摇晃晃 好 咱们家 咱咱咱 咱咱 咱咱咱 咱咱 咱们要够我 咱咱咱咱咱 咱咱咱咱 咱咱咱 咱咱咱 这是什么 人家走了 主家不吃肉 主家不吃肉 还让大家吃完了 是这样的 我说怎么主人说完 快就直接走了 他是要把一整只羊 都留给客人吃是吧 哇 这种热情的方式很特别 在蒙古族的代客之道中 整只羊都是献给客人的 不仅不能私下保留 客人食用时 主人也要回避 以示让客人不必客气 尽情吃喝 盘中的全羊肉 由主要贵客或家中长者 代为分切给客人 你先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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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好吃 在羊肉的部位分配上 也十分的讲究 其中最为尊贵的 就是这肥腻的羊尾油 啥吃的 吃的 中京的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从本京到我们这个大沙漠里面 感谢你们啊 下次光明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羊尾巴 羊尾巴 就是刚刚那一大团 就是油油的羊尾巴 它是全都是油吗 全是油 我看你给他表演一下吧 你先来一下 让他看一下 给大家表演一下 你表演一下 对 就是这样吃 没了 没了 在蒙古族长期的 游牧生活中 积累下了独特的饮食经验 在他们看来 羊尾油虽然看着油腻 但却可以增加人体热量 抵御寒冷 而且还能保护胃壁 修复胃粘膜 帮助脾胃消化 是羊身上最有营养的部位 因此在蒙古族的风俗中 为客人献上羊尾 也是最高的礼节 深呼吸一口 小心 小心 好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就成功了 就是啊呀 真厉害 这还没见过 他第一次就成功了 蒙古族的歌声 总会让人沉醉其中 在这场纯粹的家庭聚会中 我们感受到了蒙古族的热心豪放 更看到了这个民族传统风俗中的礼节与文化 石头做瓦片 探访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 这石头比我还高 比我还大 前往中栋苗寨 寻访中国最后的学居部落 没有房顶 用栋顶当房顶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喝山址 三级阶梯看中国 第六集 家在高原盆地间 正在播出 沙漠和戈壁中的人们 依靠智慧和毅力 与自然和谐相处 守护着他们的家园 世代繁衍 生生不息 生活在大山中的人们 也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在太行山脉的山西尽中 很多分布于大山中的村落 都是用当地的山石建造房屋 大叔 您是前面这个村子的吗 这个村子 您这是刚从地里面 扛回来这个 喂牛 喂牛 您家还养牛呢 养牛 那您家是石头房吗 人家石头房 石头房 能跟您去家里 看看您家的石头房子吗 好 那我们老婆房 老婆房有多少年了 那肯定得住 五几年住在那老婆房 五几年的房子 住到现在 那看来这石头房子挺结实的 挺结实 石头房子会 不会坏 我们跟着长乃路进入村子 听她说 因为在太行山脚下 这一片的村子 自古就有用岩石建造房子的习惯 石头房子坚固耐用 历经百年都不会倒塌 村里年头最短的石头房 也有四十年的历史 哇 这也是石头呀 那是鞋鸟啊 哇 这石头比我还高 比我还大呀 这是石板 这是石板 你看那花草这么高 哦 顶上也是这种石板 这一块有多重啊 那一块重 像这一块重 一块四十斤 一百四五十斤 那这三个人往回台 三个人往回台 这敲起来 大桌俩上菜 这敲起来像塑料的声音 不是石头的声音 富裕村地处太行山坳 全村两百多人 因为这里平原少 村民多以种植小杂粮 养殖牲畜为生 常来陆祖上三代都住在富裕村 家里有六亩地 平时除了种植些玉米小麦 还养一些牲畜来卖 你看这是牛妈妈 还有牛宝宝 牛宝宝 牛宝宝 这小牛什么时候生的呀 出来天啊 所以这小牛还有点怕人呢 我感觉村子里面 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石头垒的 你看牛圈也是石头垒的 出来就是石头垒的 那这个结实吗 结实 听长来陆说 富裕村东面就是青张河 这些石块都取自于那里的河滩 石头从大到小层层围起 虽然没有用任何的水泥 但是非常坚固 村子里像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 告别长来陆 我们继续在村中行走 富裕村一山就市 街道房屋全部用条石和石板铺成 高低错落纵横交织 房屋外表朴实无华 但是又个性鲜明 在大山之中显得田径自然 我发现啊 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这个方法呢 不仅仅是用在修长城上面的 那生活在长城脚下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把这种智慧运用在了生活当中 你看像这个墙砖啊 就是在河道里面捡的鹅卵石 然后把它敲平敲整 那么像这个防岩呢 这些用作瓦片的石头 就是你看是太行山上的这些叶岩 这些沉积岩 而且每一块都特别的大 放眼望去 大概这一面乌岩 大概也只用了有十几片瓦 看他们的厚度呢 像压在最底下的这个厚度呢 大概有五公分五厘米 然后在上面的这些就是薄一些小一些的 基本上都是红颜色 鹤红色的 虽然我们设置组之前 也曾在很多地方拍摄过石头房 但是这种红色石板屋顶还是比较少见 正在我们行逛时 遇到了几位村民 看到我们对石头房如此感兴趣 他们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来 这石板有的薄有的厚 那么厚的话就是从中间把它给 再断开 再采开 就像这块石板一样你看 它是从中间把它给裂开 但是 就是说它一分两半的时候 两片还是完整的 都有份的 这种褐红色的叶盐是粘土盐的义重 容易碎裂分成明显的盐层 虽然抗风化能力弱 但是不透水 在地下水分布中往往成为隔水层 叶盐防水防潮 五厘米的厚度盖房子最合适 平时用黄泥忽住缝隙 冬暖夏凉 听白恩好说 一块石板有一百五十斤重 需要三个村民才能从山上运下来 那像这么一大块石板都是怎么抬呀 这几个人这么抬吗 还是背着抬 背着抬 那时候这个鎬 帅上铁链 铁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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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住 捆住石板 两个人就往前浪 后面一个 这种 这种往前浪 它是 它是 斗链 是斜的 是 平的不行 得是斜的 富裕村地处深山 过去比较贫穷 村民就用这种方式建造房屋 因为运输石材和建造石头房都非常耗工 现在村里人很少再用这种方式盖房子了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很多村民家里也盖起了砖瓦房 白恩豪家里就是一半砖瓦房 一半石头房 跟随它我们来到了家中 这个院墙是新盖的 没几年 那这里边的房子可都是原来的老房子 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大妈您是本村的吗 还是外村嫁过来的 不是 都是前面那村 前面这个村子 是新村 那这房子是您嫁过来之后 您跟大叔你们两个人盖的 不是 一直没少的 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九百块钱 九百块钱 什么时候 现在是多年了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现在是再次多年了 听白恩豪说 过去的石头房子内部 都是用木头顶和木框窗户 她家2011年刚刚经过翻修 现在加了吊顶的屋子更加暖和 看起来明亮整洁 房子平常只有老两口在居住 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 逢年过节 还有农忙的时候都会回家帮忙 多长时间回来一次 三年来这不是讲 就一个来月 一个来月回来一次 回来一次 大女儿跟小跟日女儿 那总比半年前回来 越来不是 住得远的就半年回来一次 住得近的一个月就回来看看你们 回来 聊起孩子们白恩豪非常开心 拉着我们看起照片 听她说 虽然孩子们都已在城市定居 但是老两口还是习惯住在村里 几十年的石头房子也不舍得拆 现在村里面的年轻人 基本都到外地去打工了 老人们住惯了石头房 为了居住条件好一些 也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内部翻修 这个照片是在哪里照的 住在这里的 就在那个老房子里面 住在那里面的老房子里面 对 其实从这张照片里面 我觉得还能看得出来 大叔跟大妈家 对老房子这个感情 你看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进门看到的那栋 已经没有人住的老房子 这应该是过年照的吧 去年的 去年过年 你看在过年的时候 虽然这栋房子已经没人住了 但是还是会贴上新的春帘 即使不住了 但是要贴上春帘 喜庆一下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依善而居 靠善为生 在贵州省的安顺 同样居住在大山身处的 中栋苗寨人 至今还保留着学区生活 中栋苗寨位于云贵高原东部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这里石灰岩广部 到处可见地下暗河 风林和山洞 被誉为 亚洲最后的学区部落的中栋苗寨 就位于群山环保之中 你好 你们是住在哪儿的 在洞里面的 你们是住在洞里面的 那这准备出去做什么呀 去等我老爸老妈 等你老爸老妈 你老爸老妈去做什么了呀 去赶集 去赶集 在哪儿啊 在中地 在这里等他们 你们在哪儿等他们 住在下面那里 那我们能跟你们一块去吗 可以啊 可以 我们在路上遇见的 这两个青年是一对青驴 罗小湘是中栋苗寨的姑娘 她的男友是广西人 两人是在广东打工时候认识的 他们这次回来 准备跟父母商量婚事 交谈中 一辆货车从骑士开了回来 小湘哪位是你父母啊 真是我 爸 你好叔叔 你好 买了什么呀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由于集市七天才有一次 每次赶集 大家都会采购大量的商品 虽然每家的货物各有轻重 但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大家互相帮衬一把 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当所有货物都卸下了车 村民各自整理自己的物品 三三两两的结成一对 往山里行走 现在家里吃的水是什么水啊 是自来水啊 自来水 家里可以吃到自来水 什么时候有的 我们是三年了 三年了 三年了 以前呢 以前就说没有水 以前没有自来水 以前就敲 听罗大叔说 近几年来 中洞里面的水和电的问题 都已经得到解决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条 通往山里的公路 虽然政府为他们免费 修动的这条十把路 但四十五分钟的山路 对于村子里的老人来说 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身体真好 七十岁的老人背着货物走在山路上 却还总想着我们 怕我们受了冷落 主动跟我们聊天 快到山顶时 老人拿出干粮补充体力 一边还不忘热心地给我们提醒 看路 对 看路 在与老人交流的时候 我们曾提出 要替他背一段路 但老人担心我们不熟悉山路 容易摔倒 始终没有通意 四十五分钟的山路 仅仅上山 我们就走了将近三十分钟 动不动了 大叔 我这身上还没背多少东西呢 就是简单地背了一个小包 我们走惯了 你们走惯了 这得有四十来斤吧 稍微有一个小瓶把子 我们坐下来歇会儿 洞在哪儿 在这边 在这边 那个 那个洞啊 我看到了看到了 就那个 在宝宝的雾气中 我们远远地看见了中洞苗寨的洞口 虽然从山的这一边看到苗寨 人隔离一条山谷 但下山的路相对轻松许多 短暂的休息后 人们很快就陆续下山了 十几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中洞苗寨的山脚下 梁老师 这个洞没有经过人工开凿吗 没有没有 自然形成的 全都是天然形成的 全都是天然形成的 听梁老师介绍 中洞洞高约五十米 宽一百多米 在深达两百多米的洞穴里 仍然居住着十八户人家 可能是因为采光和空气的需要 大部分的房屋 都现在靠近洞口的地方 这是那家吗 采 采 采 谢谢 哇 家里好多小朋友呀 您好 打扰了打扰了 锅里煮的什么呀 锅里煮 菜 是菜是吗 对我挺好的 有鱼 有大鱼 这鱼是买的还是 电视有信号吗 有啊 有信号 能收得到几个台呀 48台 48个频道 听梁大姐说 洞穴很多的人家 都有了电视机 看电视 是他们夜间 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 我发现 大姐家呀 就是用 像主席一样的 围了个围墙 然后 没有房顶 用洞顶当房顶 这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为什么说呢 像洞穴那个 所以他们应该住里面 不用瓦 不用瓦 以洞穴为房顶 遮风挡雨 用主席或木板做围墙 牵出自己的一片空间 中洞的房屋 虽然比较简单 但村民把这个洞内的村庄 打扫得很干净 这个小操场 这个小操场 是我们自己弄的 还是 这个小小篮球场 学校 就学校在这里 他们 是 政府 统一给他们做 山洞里面 还有学校 在哪呢 这里就是学校 在那边 在那边 这是学校 还有学生 在上课吗 学生 就移着了 移着给他活 创办于1984年的中洞小学 只有三间教室 据说 这里最多是 有八个老师 和两百多个学生 学校关闭后 洞里的孩子和其他学生 都统一安排在山外的 隔禾小学 因为生活在洞中 这里比外面 天黑的早一些 下午四点多钟 洞中的人家 便升起了炊烟 我们也走进了洞内的 一户人家 这是什么做法呀 鸡肉 鸡肉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鸡肉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黄豆 黄豆 然后放点辣椒 这鸡是买来的还是 买来的 买来的 啊 伟大姐说 由于家里粮食不多 洞内又没有草 所以洞内洋鸡的人家 并不多 大多数都是到鸡市上去购买 那么羊呢 女儿啊 家里面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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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万 有 有电话 大姐家还有电话呢 有电话 电话响了 大姐家电话 哦 哦 哦 我发现啊 其实 我们住在洞里面 生活上也是比较方便的 你看有电话 还有电视 水电都很方便 是吗 哦 谁打来的呀 但是我的老公 哦 你老公打来的 我们的老公跟众地 都买东西 都正式不得天资了 嗯 不要啦 给您打电话 说一声是吧 啊 这电话什么时候安的 啊 伟大姐家的电话 是在2010年安装的 由于中东这几年 逐渐为外人所知 来这里的游客也逐渐更多 冬月的人除了众地之外 还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 嗯 当年的游客 都喜欢在里面吃的 哦 体验这个洞穴中的生活 是吗 嗯 嗯 我们在地呢 路不通啊 就我们要来 人来 背来家 就我们累了 我们来人来不方便 不好做 就是叫路通水通 电通就是方便 就我们我们中东就是 它的路不通啊 伟大姐告诉我们 由于没有通公路 现在 中东大部分的年轻人 都不愿意生活在这里 虽然在外人的眼中 洞穴生活很不方便 但是对于故乡的依恋 让他始终不愿离开 世代生活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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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